词曲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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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命如舍那十方金刚佛 一礼前论主 当觉此世尊 经说三句戒 菩萨弦共听 皆如大明灯 能消长夜安 皆如珍宝尽 造法既无疑 皆如摩尼珠 欲物即贫穷 离世素成佛 为此法为罪 是故诸菩萨应当情护持 佛说 放往金菩萨戒本 请打开会节本 第八十三页 那么在这个地处 八十三页上是讲过 但这一段很重要 就是这边有讲 这个 当我们在这十重里面 放往金极言十重 不可犯也 但若有犯者不得现身发菩提心 一师种种的功德 那上面有讲到 这一切的妙果 一切皆师 那为了这个 我们讲师 我们师趣 是怎么样的一个师趣 我觉得还是把这个 于雀菩萨戒里面 弥勒菩萨 我们在融通的这条戒法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那当然这个二十四条 二十四页里面有给各位各位看 因为它这边是这条戒 跟我们第十条仲戒是一样的 放大圣戒 这你们看 但主要是要带各位看二十五页 于雀菩萨戒这边讲的梵 他在讲这个失去功德的 失去戒法功德这样子的一个白话 讲得更清楚 那么所以我们影印给各位的这个 补充讲义 二十五页 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序民长老帮我们解说的 都拿到了吗 二十五页 那么 我来念一次 那各位随文去看 这个菩萨于是他胜处法 是他胜 就是烦恼胜 我们的戒法 我们的心愿没有胜 持戒之心没有胜 是他胜处 就是烦恼真胜 破戒了 是他胜处 这四条仲戒 他胜处法 就是破戒了 谁犯一种 其实就不行了 那更何况犯了这个四条 旷犯一切 所以呢 这样子的话 在于其菩萨界里面 也是讲犯重罪 放重罪 所以 世民犯破罗一罪 就是重罪了 重点在后面 就去显发这个犯的过失 那戒文是怎么讲的 不负堪能于宪法中 增长设受菩萨广大菩提之良 那所以这个部分 跟犯王菩萨界里面 所名的是一样 那也不负堪能于宪法中 义乐清净 重点就是说 你去失去义乐清净的心了 你这个戒体容器其实是脏了 那世纪名为相似菩萨 其实乃是菩萨 我们意思无名犯 但是非真菩萨 非真菩萨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没有受学菩萨界 卫生是菩萨 他们是菩萨 他们是名字菩萨 相似菩萨 但是我们是方大心 听文见法 正式发愿受学的 我们是名义上 实在受学菩萨界 但放了界 我们又回到原来那个状态去了 就变相似菩萨 非真菩萨 所以在这边 训民长老里面讲的底下这个部分 这个白文的部分 可以帮助各位理解那个失去 那个失去那个意思 受菩萨界 受菩萨界 以若毁犯四种他胜处法 就是毁他四种仲介 则不复堪能于宣法中 承办两种事 那承办这两种事呢 我们理解之后 你就可以对应到这个我们 慧解本里面的八十三页里面 从国王师 总论王师 比丘尼 比丘尼 魏师 十发去 一路从十信 十发 十 荡养十 金刚十地 种种皆师 就是在讲 这个恶事不能承办 白话文就是像我们看的这个 第26页这个地方 一不能于宣法中增长设受菩萨广大之良 他讲的一路一个地处 从这个泛大戒之后 国王位一直到菩萨位 这部分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增长 就就此停止了 没有办法增长 甚至没有办法纳受菩萨的广大之良 这件事失去了功能 他不是讲你所有前面 在犯过世之前那个东西失去 不是 应该是讲遮 就遮掉了 遮掉了 那 宣法 为现在身中 菩萨广大的知良者 我们现在就在求菩提知良 其实我们现在因为 发菩提心受学戒 然后听清文法广行六度万恨 这些都是知良 但是你施大戒之后 你施戒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施戒的原理 你竟然侵犯众生 不饶以有情性去犯戒 以自己一贪 一己之施 贪嗔而犯 是菩提心施戒体施 所以一遮之后 即便你又重新再做善 但是也不明为知良了 那就是善事的福德而已 所以说的知良 我们讲知良 就跟我们讲六度那个度一样 它不能形成波罗蜜 它形成福德 它没有办法形成你的亲近的知良 所以为福德知良与智慧知良这件事情 才是我们要的六波罗蜜 这样听懂了 施是指这件事施 那很多人当然痛苦流地 我们也不会轻易再给他受戒 因为要有一些方法 得好相 那你就回到前面的相似菩萨 你要造善 你还是善人啊 没有否定你啊 但你那个没有办法形成福慧之良 因为染污性在里面 染污性在里面 那不会就是否定你是个好人 所以我们很多人骂人 叶章骂得很过 不是这样 犯其实用常理心来看 犯了它其实就是要唱尾 那它只是又打回原地 所谓的相似菩萨凡夫菩萨 那你所说就是有肉功德 这样差别在这里 所以有时候要理解 对啦 我通常对那个业障深蹤这种东西 通常本来是自己在承认自己过失 但是有时候在指责别人的时候 不适合用这个 因为你也不了解业障是什么 好 我拉回来 那么不失慈戒忍辱 是福德之良 那智慧呢 通常就是要让它翻染成禁 翻染成禁 例如我们讲的 在忍辱之上的 比较属于事修福德 可是在底下能不断的精进 透过禅定发挥 那它可以通到我们的这个菩萨 那去一直菩萨在支撑这些 这个前面的五种 五种那个这个幅度的资良 以这种幅度的资良转成智慧 跟相应的部分 所以以福德与智慧 皆依精进禁定才能完成 所以我们持戒 其实已经 你能坚持戒恨无为 就是精进跟禁定的很细的表现 你说没有啊 我没有精进 我没有禁定啊 我在里面不断的内心纠结 但是你不犯 这是一种精进相 你不随它转 就是一个禁定相 所以 慈戒戒恨无为 最后为什么能通达到这个菩萨 它有这个智慧的观照在里面 因为每次都在抉择 此为当菩萨正所因为 不正所因为 这个是跟智慧相应的 所以基因 我们这个所谓的 以辟域来讲 我们去旅行 你要去趟去美国 你要到中东 你要到欧洲 到南极北极 去的地方 你是不是要观察 种种的这个需要 准备旅途的用物 那以世间的辟域 来比喻我们 三大阿僧奇节的修行的这条路 生命其实就是 我们现在已经慢慢 我们的层次已经跟过去没有学佛 乃至现在没有学佛的一般人不一样 我们已经把生命 视为一种修行的一个旅程了 就是这种生命 我们讲无常都比较负面 对不对 比较害怕 那我们讲生命是如幻的 你要不要接受 它就是如幻 那么如幻如化修的里面 虽然是如幻啊 但是这个如幻的文艺文 还没有看透嘛 你会不会肚子饿 会啊 你要不要穿衣 穿衣吃饭睡觉 你有没有菩提捐属 他们的受用 这些都是要福德啊 这些都是要资粮啊 那第二个 资粮的内涵 在生意诚的内涵 你面对种种的这个 如幻 就像那个唐三丈取经的时候 过去过去 有没有很多如幻如化的腰 有啊 你要不要对质 那你的腰 你的地要先降服猪八戒啊 猪八戒是谁 就你的贪啊 你要降服你的这个孙悟空啊 你的称心啊 你要降服你的沙悟境啊 对不对 你生命的旅程里面 你要降服这些 那面对外境的种种的 世间道中得解脱 是外面种种的余珠 或业及磨境 法华经里面这么说 就是生命旅程 就在如幻如化修 要不要资粮 就叫智慧资粮啊 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 二种资粮要先做准备 今欲达到佛果 急需预先成办福慧的二种资粮 所以这两种才名为菩提资粮 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解的时候 大量引用龙树菩萨的菩提资粮论 我们往生净土的行者 也大量引用这个龙树菩萨的菩提资粮论 因为他不相违背的 他就是个根本教理 那么在这当中 各位就慢慢可以肯定 你们之来到这边 其实都不需要我给你们什么全职讲什么 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来 坐在这边 你是为了这件事而来的 所以这种信愿要自己建立 那这种菩提资粮呢 就是我们菩萨行人于一切时一切处 一切时一切处 所以我们有没有国定假日 没有啦 没有修行还有国定假日 所以一切时一切处 还有一切人要加下去了 皆因修学六种菩萨蜜多 不可得少为主 否则即不能达成佛果 即 就是所谓的 莫以善小而不为 莫以二小而为之 就是持戒的基本的定调 如是才能增长设受菩萨广大之良 这个观念的政见 这种观念就是一个正的信愿 我们往生也是信愿型 持戒这个基本的信愿也是如此 所以今即毁犯菩萨四种他胜处法 即正式的违犯 正为菩萨增长设受福治之良的正轨 我们当初发心受血 这个气体要整个忏悔洗干净 发到大气愿 是为了饶益一切众生 故愿受血一切的善法断一切的恶 那今天竟然以自己的贪嗔恶之 不能止恶不能修善而侵犯众生 这样才犯大戒了 那么有为菩萨增长设受福治之良的正轨 所以说当下违犯之后 不能堪能于宪法中增长 也说你停止了 所作当然不失了 但是你的过失也在这边成长了 所以就停止善了 当恶真现前的时候 善就停止了 还是似正经的概念 所以增长设受菩萨广大菩提之良 就此不能堪负增长 那这第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讲有关失去那个概念 第二个 毁犯四种他胜处法 怎么样呢 不负堪能于宪法中 亦乐清净 因为你已经有恶做了 恶做就是你那个追悔心出来了 你做的时候 你内心的黑暗掌握出来 这件事要得以真正的 面对忏悔的情境之后 才能有意乐情境才能现前 所以 我们到这个什么时候才有那个意乐心 那时候就不用我们推动了 初地菩萨 所以我们初地菩萨 你个名叫欢喜地菩萨 所以真正菩萨的意乐心 现前实在指这个初地菩萨 所以初地菩萨之前都会犯戒 初地菩萨以上 慢慢在学戒 才真正在学戒持戒 到二地才是戒恨圆满 才是离构地 二地才是持戒圆满 那我们不能因为我们 违犯持戒正常的就给自己借口 所以我们当中的意乐心是常常要提起来 持戒你说很难 老是纠结 那正常的啊 所以你常常持戒的意乐心要出来 这个是要有功用的 我们还是要用力的 你要勉强成习惯的 我们的意乐心目前是假的 就是那个假 就是说要诸多因缘成就的 所以初欢喜地菩萨使得清净意乐 故初地菩萨又名清净意乐菩萨 若我们 这个凡夫 能清净受此菩萨戒法 则可于现在身中正入 一路从外凡位三贤位进入到出地 他这当中有十发去十张阳十回向 就是说一路就是顺的这条 可以入义乐清净 一旦犯见就终止 就终止 他不会再前进了 是这个意思 我们讲失就失去这个了 你失去再往前的功德了 就失去再往前的功德 他讲失 所以我很怕大家讲 诶 怎么出地菩萨 我正到出地菩萨会失去呢 如果我们回到梵王境 就说 有人就从文艺上去理解 就说我怎么会失去十发去 十张阳十金刚十地 因为在十回向之前 都是进进退退 所以我们讲了失 就在这个地方 不再往前进了 就在这边 甚至会流转 但是对后面的所谓的十地以上 这十地以上 这不是说他正出地还会失 不是 出地以上的菩萨 不会违反这种仲介的 所以我怕前面的 这个十发去十张阳十金刚的 这个回向地前 你们能懂 但是这边十地以上 最后会皆失堕落 后面讲的失 不是正入这边的菩萨地的国会失 因为他不肯起无名而犯 他是指我们这些凡夫 失去了正入十地的功德 但是前面十张阳的 这个十回向的部分 会退 没有错 你确实就会退了 那就是在那个地方到那里 退 退失 那下次的一个大忏悔 发入忏悔 再修 那再启发 有时候会退到很低劣的凡夫 但是 有时候我们在说佛世界会这样 但这个大三之士 碰到大三之士 那你发心忏悔之后 又会瞬间连结到这边来 这个就是 为什么你可以看到 常常恶心终生 他不学佛则已 他真心忏悔之后 他会把过去这个善根给提出来 就是在死发去十张阳 他过去走到哪里 那个地方会出来 但是他会不会退 会退到很无名的状态 会啊 就不能讲甚至三二道 会啊 像野干经就在讲这个 野干经 那个释迦摩尼佛的本身经的那一段 他一路退到变狐狸身去了 但在最后一世 五百生圆满的时候 跟天人之间的一个对话 让天人以为他是佛菩萨事件 他说不是我就是个野狐身 但这一期智慧明了 星星现前 意念到过去的种种罪业 一路的种种福德 但是在一切犯戒之后 越犯越多 那最后一路的无名待往这个地方 但是在那一 展现他的菩提 跟他的自我回照的时候 他能意念过失 跟过去所做的功德 有没有失去 当夜宵的时候功德才能现前 所以他近期报生的时候 当然释迦摩尼佛他没有发愿同身极乐果 他禁止报生的时候 又回到他的本院去修行了 就会瞬间又拉到他原来停止的那个地方 不管你在十发去 还是十张仰石金刚 可是中间要极大的苦到痛处 发真心忏悔 我们讲的真的是苦到痛处了 真心忏悔 那才会回来 所以我们想说 当施仲见的时候 我们不轻易再给各位 所以不堪 不负堪能于宪法中 再随时你想 我要重新收见 不会 不会了 因为这中间要一个大忏悔的机制 你好像要现前 真心忏悔 那真心忏悔 因为我们凡夫看不出来 所以才会说 你唯见诸佛菩萨的这些诸多好象 才能在这条阶在重受 那时候的义乐心才会出来 因为你只要一点追悔恶作的心 那种义乐心是出不来的 那所以这个初欢喜地菩萨使得清净义乐 所以这边特别解释的 就是说要讲十地佛心常住妙果 一切皆失 不是指地上菩萨的人 违犯还会失 不会 因为这从理上不同 是指我们这些凡夫的人 对于十地以上的功德 你没有办法揭续上去 所以 经济犯四种他胜处法 急于现在身中 不复堪能震入出地 这件事没了 你不要妄想震入出地了 这一次你没有解脱因缘了 那儿的清净义乐 那更何况出地以前的 你不但失去功德 而且还会往回退 甚至你还不懂得忏悔 诸多都犯 那造成三二道的因缘都有可能 所以这边指的是我们出地菩萨之前的 我们的再学菩萨 若人于菩萨二种知良不能正修行 不正修行 不正修行 其实所谓的正 就是说 我们以慈戒来讲 你没有正业正与正念 你的这个深口意 不正 那乃至你的违背 你的正知正见 所以不正修行 那是及名为相似菩萨 所以我们以前是个好人 我们是以世间来讲 所以我们有时候方便称 你真是个菩萨 有时候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就是相似菩萨 不是不能用 你最后不要学到 哎呦佛教我不能讲 随便告诉人家是菩萨 他又没有受菩萨界 不要学佛又诸多乖 你要知道 你讲这句话是 你会去赞叹他像一个人间菩萨 所以一个相似菩萨 可是你也明知也了知 他内在有没有正知正觉正信 还没有嘛 因为他还没有这个内涵 所以当你知道 你那是赞叹是赞叹 但是刚好就好 不要残取 不要过头了 那个 因为你要知道说 以时候学菩萨界 你知道菩萨没那么简单 所以这个方便赞叹可以 只要是一切的善 他的发行 有那种跟大众结缘 福大众 那个都可以名为相似菩萨 但是不正修行 也就是说你的 这个 没有在断恶修善 利益一切众生 这三个同时 针对自己的无名烦恼破 利益众生修 你这没有同时跟福慧 两种资粮修行 就不是 就不是 乃至名义要相辅 就必须要正是透过 受学菩萨界 才能讲是这个名义上的菩萨 那么若能于菩萨广大资粮能正修行 那就是我们现在在发行做这个事 一方面也边学边做 边做边错 那边错又边忏悔 那重新再来 再来再来 那从过程中听经文法 不断的增上 多了一份耐反的心 就没有残取佛陀 要我赶快把苦拿走 烦恼拿走 所以我今天残取 我们的发愿有时候有很多残取 乃至很多虚幻的妄想 所以龙树菩萨在菩提智良论跟我们讲 你要修任何一个法门 修到一个成果 我们假设方便有一个 一点定力 要不惨亦不患 不要残取 佛陀菩萨三宝不需要你残取 然后做一点善去扩大去宣扬 做一点恶要遮住 不要残取 要执心看待你的善恶 也不要去虚幻的患养 不惨亦不患 离开缘起 离开你的五蕴 还有所谓的戒可持 功德可修 没有 就是在你的五蕴身心里面 佛陀他以 龙树菩萨他以这个最简单的方式 来跟你讲中道实相的政见 所以 能正修行是即 这当下就是你在学习真实菩萨 我虽然为正得真实的功德 但是我即为明 我的明义上要符合这件事情 明真实菩萨 所以 持戒听经文法重不重要 重要啊 虽然一开始以戒来遮止这个 献爆的种种的这个烦恼无名啊 的一个串联啊 惯性啊 轮回啊 但是最后以戒身定 再发慧 定就是有一点点的定力 震助自己的初阶的烦恼 可是慧 就是我们是为了让整个身心安定 来听经文法开智慧 最后越来越有智慧之后 戒会不会越耻越好 越惊喜 会 再由发慧之后来 来 来 增长 这个 你的戒力跟定力 所以戒定慧一开始是这样讲 有戒 发定 神慧 可就没有一个圆 有戒 定 慧 然后戒 再定 就是一个因果增上 互为因果 今基于二世皆无所堪能 讲两件事 前面的福也坏了 后面的这个 这个慧 前面的世间资粮也坏了 也染污了 后面的这个 这个初世间的功德 也遮止了 今基于二世皆无所堪能 所以说 你又打回原来的凡夫的状态 是极名为相思菩萨 非真菩萨 所以这边就会比较安慰各位一点 不要把这边听得好像把你打成什么都不是 方王讲的严谨是因为它的原则性要高 所以你看文艺里面你会怕 我死去 什么都没有 不是这样的理解 这个 从这个 这个 于且菩萨界里面 明乐菩萨 他给我们的一个 解释 就比较宽 比较融通一点 好 那么 这个 所以 失去 有关这个舍跟不舍 我们这个 上次有讲到 因为我们有讲 讲齐全 那二十七页里面的这个 舍掉 菩萨界他的舍跟不舍 有时候 必须要怎么样 要看烦恼的品类如何 就是你那个心 我们讲的十大重罪里面的心是业主 你的心的烦恼极重 有上中下 那还有你对照的那个静 有上中下 用这种种的这个 内心的烦恼的品类 还有外境的这个整个这个境界 方能决定菩萨界的 到底舍戒了 舍掉了 失去了还是没有失去 所以不可一概而论 所以不可一概而论 那这个我们后面 就在绘节本再慢慢讲 那主要是因为上次我 没有把这个 泛众界的这个 基本上有关心的上中下 你要去看 其余 余邪菩萨界 对那个我们 泛众菩萨界里面讲第三个 那个心是业主的部分 他做的这个诠释 我觉得很适合各位去看 那个第三个 那个造业犯界委犯的心 第三个 我们记得 我说五元成犯四元成犯 对不对 《泛众经》里面是有讲五元成犯四元成犯 那心都摆在第三个 每条重见 到底是四元还是五元还是六元 不一定 但是第三个一定是心 是业主 那那个心有上 有那个非常猛力的烦恼 还有中等的 那还有这个小小的下品的 那余邪菩萨界里面 就是把它分成四种层次 你犯 所以我们常犯小小界 不断的献起 那个是正常 那下品 但你小小界 常常犯不遮止 就进入到中到上 所以是这么说的 若诸菩萨毁犯四种他胜处法 1. 硕硕现行 2. 都无惭愧 3. 进入到了深深爱乐 第 第四个 只见破了 见识功德 到见识功德的时候 就变上品 上品心了 因为你已经进入到 破戒又破戒了 所以其实我们会起烦恼 会啊 所以我刚讲修行的现实 你还是有很多诸多习起烦恼 所以才要借着学戒跟持戒来帮忙 那所以我们 若犯这个四种他胜处法 这边讲四种啊 不包括 沙道淫妄 等一下后面 绘节本里面会讲 其他的戒本 不管讲四条 讲六条啊 有关 把沙道淫妄遮掉 其他的 他们不同戒本的仲戒 都可以 这个 以这个来判定 上中下 但是所有的沙道淫妄的四根本仲戒啊 基本上都不能违反的 那基本上要登地菩萨 他们要开那个方便啊 才有可能啊 才有可能啊 那这个 若诸菩萨 以上品禅 就是我们当这个 这个 烦恼猛烈的时候啊 来犯 那就是 会失去重戒 那以哪三种因缘得之为上品 那以哪三种因缘得之为上品 他这边分成三个啦 我之前呢 是讲是分成四个 因为他把硕硕现行都无惭愧 归纳成一种 但是我在 我们在实际操作上 其实硕硕现行的时候 你有觉察 他就是前面了 像这种折心颤就好 就是你的常规心是真上 也就是你当初发愿的时候 是很认真的 这个发大菩提心 所以你常规心很强 就你在受接当下 在引导 在你 你是每一条界 每一个当下 每一个moment 那个意乐心都很强 常规心都强 真诚的心都很强 所以那种惭愧心特强 所以每次有烦恼现行 你会看到 那立刻 你就会警觉 一句阿弥陀佛也好 一句 整个心很不舒服 立刻就遮止 就连生根口 人家都不会犯 甚至人家不会察觉 你只是内心在纠结 那种 瘦瘦现行于心的 那个可以 但如果瘦瘦现行 已经进入到 这根生根口 的部分 如果进入到 生根口都做出来了 那但是没有惭愧 进入到都无惭愧 我是因为这样分 因为很多人瘦瘦现行 当下遮止 是第一个 那进入到都无惭愧 是你会在 你不但没有遮止 而且还会做第二次 甚至你自己做了之后 就是骂了人家 乃至说了 但是你没有回到佛前 忏悔 你自己没有做 忏悔的功夫 这个就已经有点 没有惭愧了 甚至你还 下次又犯仓同的错 第二次第三次 那个就多无惭愧了 那个惭愧心就破坏了 所以我才会把它 限入到第二个 就是瘦瘦现行 跟多无惭愧 其实我还是有分 前后的差别 但没关系 我们医长老这边 他把归类成一类 这个都是 因为他为了要 要对应到上中下 那像这个地方 其实 还是属于这个 这个时候还是属于 这个下评 要进入到中评 因为多无惭愧 就开始要进入到中评 那甚至你第二个因缘 于犯戒 你已经犯了 现行 是指内心的意念现行 不价也对着 那现在是犯戒了 现在是犯戒 还深深爱乐 这个 什么是爱乐 我们举一个像 那个我们 众戒里面像第七条 像于且的六七 六七八九十 六都还一样 就是孤九戒 说他人 说世众过 那七八九十 就跟于且菩萨界里面的 有关 布施千贪的 乃至这个 烦恼 称恨的 所以六七八九十 这几条 后面的五条来讲 说世众 孤九 乃至这个 于且这边讲的千贪 当有人来的时候 你第一个 所以那戒五里面这么讲 当有求者 贫困者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那个不给的心 那其实已经有违戒律了 以这叫仲戒来讲 你打算不给 但是你已经这种烦恼的心起来了 所以现行了 但是你没有惭愧 你若懂得惭愧的话 你就 我刚才怎么起那个念头 就算我不给 我也不要 这种称恨心 假的 那种心不会起来 所以你当下有起这个心 你是很清楚 那你遮止了 现行的嘛 不要怕他现行 你不要 我刚才讲 不要负藏 不要负藏 那所以 那种当下看到那个境 不欢喜 其实到我到现在都还会啊 因为对那个 那样的众生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有授权很多的时候 很多假的骗人 其实内心是不欢喜的 对啊 有时候 明朗就说 你好手好手 你怎么去谈 其实那个现行的时候 你是不欢喜的啦 所以你对恶的境界 在你一个高 它低的时候 你我们常常想 教人家啦 好为人师啦 散热对立 那个都有 所以这个东西 你是如此看见 你不欢喜 但是当你内心那个 也恶 讨厌 那种说说现行出来的时候 你就要 惭愧心出来的 就不会枉重 但是你内心没有察觉这个事情 都无惭愧 你已经跳过这一关 你没有防护住 你那个戒网太粗糙了 那现在到生生爱乐了 你内心有一种 其实可以观察一下 你那种 这种心起来 那走过去 一种理所当然的 下巴微微抬高 那眼睛稍微这样看 那种不屑 那种轻慢 以前啦 因为我是观察自己这么说啦 就是说以前 学佛不生的时候 就面对到这样 就这样看一下 这样就走过去了 那个生生爱乐就是 你肯定你这个作为是对的 你走过去了 所以犯戒了嘛 你不给而走过去 那甚至所谓的犯戒 就我们以那个 第六条这个仲戒来讲 那个犯网经的那个 第一条仲戒 就是犯网经的第七条 就是等于这个 我们这个余且里面的第一条 就是你还骂他 我之前举个例子 就我们几位同参道友出去 我们的法师好意啊 在火车站里面 人家去跟他讨 那我们 我们只点个头 我现在不高兴 就说说的现行 不高兴赶快走 但我们的法师 也不知道是好意太甚 还是没有观察 还是没有读到这条界 我不知道啦 因为我们那时候 都是初初学者嘛 在台北看到那边 一窝蜂的这种 丐帮的帮主 群座出现 我们赶快闪开躲 就那时候其实已经 硕硕的现行都无惭愧 没有持敏心嘛 赶快躲就不想给嘛 所以连看都不屑一顾 我们能做的 那时候 那时候是十年前 我不是现在的我 现在的这个状态是没改变 那个乞丐啊 那我们法师就刚开始一番 你们这样子会越来越业障 你现在就业障 那你这个 这样子跟出外众话语 这个乞讨是不好的 他就死定众生非常的承恨 就开始骂他了 这个有时候 我们教导不是不好的事 但那个状况 基本上是不对的 众生在无名热闹的时候 他听得下去嘛 他听不下去啊 就像你去非洲的时候 你要跟他讲什么佛法 他要的是你给嘛 所以为什么菩萨界 其实为什么慈心 要先跑在前面 你的很多福德 你要能给 要能施 他有他的道理啦 那所以 早前我们都 我们这些小法师们都还在学习 常常搞不清楚这个状况 所以没有办法善观众生 平常没有在熏悉这些东西的时候 所以有时候 你讲出来了 你其实已经没有先圆满这条 不失众生的界 那你还去恼怒众生 现在不是讲说你说的法 对不对 所以你还恼怒到众生 而且还以为 怎么样 生生爱乐嘛 你觉得这件事是对的嘛 你才会生生爱乐 那最后见世功德 不见过患 你没有察觉到自己这样不行 就这样有回菩萨道的 这叫不实的部分 不见过患 就是说 你可以 我们有时候要互念众生 真的就是我们 受 我们受了一些资料 不可以随便给 是不可以随便给啦 要互念众生 给你 你能受那最好 但是也不是你讲的那个样子 因为你的心若是 失去菩萨饶有情心 你讲这个话都不见得对啦 因为本来我们法师 后来我十年前还没有深入戒律 我后来才知道 法师的资粮 有四种能可以受用 父母 我们所谓的认臣者 认臣就是他孕妇 所谓的妇佑 然后就那个残疾者 这些残疾 你乞丐当中有些残疾的人 他需要的话是可以给 但是 当然我们当中就是因为判断 他是假的 他要欺骗 所以我们不轻易给嘛 但我一提是说 当面对这些众生的时候 你要检查自己内心的过患 你已经起烦恼了 但你在教训人家的时候 不见的是真的是法 因为你是夹杂烦恼 在合理化自己 所以这一路上的合理化 就是说你瘦瘦现行不察不觉 然后多无惭愧 那甚至在做这边 你竟然把它转成 深深的爱乐 你在做这些犯错的事的时候 增长烦恼的能量 所以烦恼猛力 那不见过患见识功德 所以就起邪职了 你可能持这条界偏了 你都不知道 所以这样子三种都犯 才叫做上品禅 就是说你犯这条界 那真的就是失去 失去这条 犯了这条重界 所以 当你回到那个界文 去看它的整个过程 你里面其实也没有到 暴打众生 然后这个深深爱酌 然后最后见识功德 你觉得你理所当然的对 你都是处在硕硕现行 但都有惭愧 但每一次可能 心念起来 那表情出现 那你犯了之后 立刻察觉 这个都属于犯情结 那个都是可以忏悔的 你不会串到这个 都无惭愧而深深爱乐 所以都无惭愧 所以归纳在第一个的下半句 它就是一个关卡 当惭愧心现前的时候 虽然前面现行了 但后面折心颤就好了 但都无惭愧往后面串 就是往重的地方 犯重的地方了 那见识功德 就是你为自己的过失 找到借口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真正的犯重 但是我还是给各位 一个方法去解释 你这中间有惭愧 一时的现行 立刻乃至 虽然是后知后觉犯了 这个说的犯了 但是我不是深深爱乐 甚至也没有见识功德 立刻回光反照 智慧照一下 这个犯重的因缘就破了 要做这个动作 但是如果常常把这个动作 又养成那一种 残曲的功夫的话 那就麻烦了 你说说现行 反正我有忏悔就好 那那种忏悔到后来就像 很多人静坐上到后 静坐十分钟都养成打瞌睡的习惯 那到后来你想绝都绝不了 因为他变成习惯了 所以你这种忏愧忏悔 是一次的忏愧一次的增上善的功德 那那种忏愧忏悔就有用 你不可能一次做到一百分 但是你这一类的烦恼 你是慢慢在进步的 慢慢在进步的 所以特别印这份让大家看 那有关舍戒的部分 二十九页三十戒 请你们先看 因为今天要讲精度 所以印出来是这个地方 比较明摆的交代 这个所谓的你会失去戒 那你有没有犯重 那我们讲的失去功德 那个失啊 的那个这个基本的概念 是指那个 你不再能去射受所有的广大资粮了 这件事停止了 有染污了 所以这个讲义的二十五页到这个 二十四页这个是仲戒 傍大圣戒 是给各位看 那事实上二十五页到三十页 你们先看 后面没讲的部分先看一看 那这个可以配合这个 惠结本里面的这个八三页八十四页 来看 那整个这个要讲四十八清界之前 我们今天就把整个十重界的这个结尾呢 来做一个说明 如等一切菩萨 那就是我们啊 今学 当学 以学 今学就是我们现在 当学就是未来的所有日子也是应该学 那是你过去已经学过了 已经具足了 以学 这 里面的十种戒条 如是十戒 这十种戒 应当学 然后最后呢 还要持续 尽心奉词 以学 应该要把它持守好 奉词 顶带奉词 那最乃至你先发心经学 哪发心未来当学 都是一恭敬 敬圣 恭敬一心的那种心情 来学戒持戒 发影这边说 以学 择 我们讲的奉词 那已经他奉词了 为什么要再劝一次 原因 良由心地无尽 心地无尽 菩萨学心地法门亦无穷尽 所以 就像佛经圆满 为什么要半月半愿诵 佛字半月半愿诵 旷菩萨呢 所以佛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不会变 佛的心 他不会变 他是个稳定 像我们众生在离苦得乐 是不是追求到一个阶段 就停止了 就不喜欢再广学了 所以你的福有近有边 会消失就是这样 因为你的心 并没有发恒长 广大虚空 无尽无边的心 所以 唯有跟这样的心体相应 我们讲四法广无边 众生无边 烦恼无尽 众生无尽 烦恼无尽 一切法界无尽 所谓的世界 先从世界无尽 世界虚空无尽 众生无尽 夜无尽 烦恼无尽 所以这一切的无尽 所以我作为菩萨 就以广大无尽 无有穷尽 这样的心来相应 那一旦掌握到这个虚空的心 的心量 那我们的心愿 基本上建立起来 我的心就是无穷无尽 我要取的是这个 我们不要取狭隘的 偏安的涅槃激进 解决自己的烦恼就好了 不是这样 一旦你堕入这样思想 马上立刻回大象小了 那么后面这个大的心起来了 那后面细的八万威仪品 当广民 这后面会 我们应当就慢慢的去 发明他的毅力 那里面暗 这边很长 那重点大概 就是里面讲的三个意义 毗尼后集问辩 我们祖师大德所编的毗尼后集问 在里面辩明 帮我们问了一件事情 菩萨戒本 指列四众 放亡广名十众 那这边讲的菩萨戒本 就是像我们现在看的这个 《欲缺菩萨戒本》 还有这个《地词经》里面的 所以这边的这个四众 是指这个 它的四众呢 就是指我们 于切菩萨戒的四众 就是我们这边 第七、第八、第九、第四 就是我们这边 像于切菩萨戒的四众 就是有关自战毁他 有关千席加毁 还有有关这个 爆打众生 成心不受毁 到毁放大圣戒 所以 于切菩萨戒的四众 就是我们梵王的七、八、九、十 所以这边讲的菩萨戒本 指列四众 就指七、八、九、十 跟梵王广民这十条仲戒 它的详细 还是粗略的不同 它差在这个地方 有梵王犯十重者 你必须要见到 好像方许更受 再次的受戒 那我们在于切菩萨戒里面 在讲这个戒条的时候 我们现在给各位的补充讲义 就讲到 这个我们戒本里面 就是菩萨戒本里面 我们的那个于切菩萨戒本里面 你们这个讲的戒本 最好把它挂起来于切 你就不会讲说 一直以为是讲梵王 所以从前面讲的 问菩萨戒本指列四众 这个地方指的是于切菩萨戒的部分 那所以后面讲的戒本 戒本都要讲这个于切菩萨戒本 因为它这一本慧戒本 它是配合梵王跟于切两个一起讲 所以它里面引用 都用到很多于切菩萨戒本的东西 在戒本于切菩萨戒本里面 只有讲到 师菩萨戒 应当更受 所以补充讲义的部分 后面你们自己看 它有讲到这个 看不懂 我们现在再来讨论 所以今天给各位补充讲义 是要补充这个地方 所以只有讲到你失去 但你还是应当更受 所以里面的 范王的这个 言跟于切的宽 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宽言有益 此二经典 一是本师和尚宣扬 一是受戒阿舍离亲述 我上次有讲过 我们受戒启动菩萨戒要三师 是哪三师 你会看到三位法师 对不对 这个果清律师 那是可能余音 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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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某大德 那是这个田一和尚 教授师 你会看到这三 是三师仪轨 可他们整个代表的是什么 我们得戒和尚是谁 本师释迦牟尼佛 我们的结魔 帮我们忏悔 真心的 从智慧忏悔的是谁 文殊实力菩萨 教授我们的戒条是谁 弥勒菩萨 教授阿舍离 是设三尊 现前的这个土耀众 他就是一个表法的传承 表法的传承 因为我们层次只能看到人 所以就是以这个清静的僧众 长老 帮我们传 你要知道你菩萨界的三师是指 德界和尚 本师释迦牟尼佛 结魔和尚 文殊实力菩萨 教授阿舍离 弥勒菩萨 所以 一是本师和尚宣扬 一是受戒舍离亲宿 所以谁 受戒舍离谁 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 所以 于且菩萨界本的弥勒菩萨 跟犯王 我们的本师倾诉 不应互相违反 对不对 那么 但是我们究竟要如何会通呢 那主师大德 就做底下的回答 做底下的回答 我们底下先休息一下 各位先看过一遍 因为我相信这么一大串 大家回去应该没看 我一直相信大家都没有复习 这种肯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好啦 先休息一下 那底下就是我们 会通会通这两个 一个很 很严 一个稍微宽松 那它有一个道理在里面 好啦 配合大家来问一下 我们就来念 念到什么地方呢 念到这个第三行的 前面的一半的地方 这个详略字 字有书 这个地方 我们来解释 好 请合掌 如何会通 答 借本出于地池 地池何沙道淫望 其名初家八重 善生问今 列沙道淫望 孤久说过 名幽婆色六重 犯王备二金之义 总为十重 因若一同 良有所批之姬不等 故祥略知智有书 这边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不同的这个戒本 这个戒经里面 那个在佛的不同地处 在说法的时候 像这个我们讲的 放余且菩萨戒本 这个戒本 是出于地池经 他从地池经里面去结出来 地池经 所以地池就指地池经 那地池经里面 有关沙道淫望 再加进来 地池经里面它有八条重戒 那就我们讲的八重 所以余且戒本 我们只取这个地池经里面的 后面的四个 后面的四个就是我刚讲 梵王经里面的七八九十 那这个梵王经里面 后面有关这个七八九十 加上沙道淫望 就是我们讲地池菩萨戒 里面它传八大重戒 是这个意思 那么善生问经里面呢 它就是我们平常的 幽婆色戒经里面所传的 这个六种重 这个六种重戒 就是从三文三生问经里面的 沙道淫望 我们讲的三文三生问经里面 就是我们的幽婆色的六种 我们讲的在传在家菩萨戒 有时候都传这个 都会传这个 这个六种二十八七 那么梵王经里面 就是有这十种 我们讲的三生问经 来自这个地池经里面 这二经里面的 所有的内涵 就是我们讲的十种 那应若经里面 也有不同的 它没有再继续举下去了 像应若经里面 也有这样相同的一个道理 就是因为什么 主要是因为良由 主要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 就是你要加倍的根基不一样 佛陀要射受的根基不一样 所以它里面讲详细的 讲粗略的 就这样特殊的状况 所以故祥略知智 造成这样子有特殊的状况 之智有书 以智有这样的特殊的状况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今戒本 于且戒本里面 子列四重 四重就我们讲的 有关执杖毁他 有关千令不舍 有关称心报答的戒 有关毁谤大圣的戒 这四重 里面其实有三个意涵 附有三意 我们把三个一次念完 这三成意 意理在哪里 一则再家欲寿此戒 一则再家欲寿此戒 一言兽无戒 一家欲寿此戒 一言兽此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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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老一望 一言兽本心动 五行根源 五辉天此戒 岂上戒法也 二者菩萨皆法 命顺无法 一层一层来讲 就是说我们在传这个梵王里面就没这个问题了 所以说我们在传这个梵王里面就没这个问题了 那要随随便放 传梵王菩萨界的时候 都其实你这十个呢 都一尺俱足了给各位 但若我在单传这个所谓的余邪菩萨界的时候 若以这个界本我也来传授菩萨界 是你第一个 你在家人要受这个余邪菩萨这个界的时候 你必须已经要先聚守五界了 五界就有杀到淫望九了 那所以杀到淫望九里面前面四重界就聚足了 那再接受到这个余邪菩萨界的话 那就那个十重就能聚足 那出家欲受此戒 必先受十戒俱戒 所以杀到淫望 这是根本的这个重罪 所以它没有特别的列出来 这边是在交代这个 余邪菩萨界本这个列四重这件事情 各位要看懂 余邪菩萨界跟泛望菩萨界 这两个不同 所以在余邪菩萨界本这个部分 没有列这个四种根本的真上界法 所以没有列基本重界 但列了所谓的后面所谓的这个自战毁达 千摊然后这个称怒 然后有关磅大圣 这个叫真上界法 真上我们的整个菩提心的 然后这些都是真上我们的菩提业的 所以把那个只列这个四个真上界法 根本界法 还有我们后面所有的一些 不管它几条 六条八条 后面的那个就叫真上界 前面杀到淫望是根本重界 那所后面所列的出来都叫真上界 真上界法 所以第一个 你要受学 各位有观念 当未来到场在传余邪菩萨界的时候 那你就知道你必须五戒具足 五戒具足 那如果你是出发心 甚至一路从皈依受戒到菩萨界 那你要去参加那种传梵王菩萨界的 就是把皈依受五戒一路都具足 那第二个原因 菩萨界法本来有关顺逆五方 就是说所谓的它的一个顺的因缘 逆的因缘 它本来就没有一定的一个法则 是因为众生 所以你开顺因缘逆因缘 所以逆因缘就有关跟恶的一个 一个现前相应的时候 你要度众生 你怎么样去遮 容许它来受某部分的善 所以你怎么样去遮众生的一个恶性 那开方便它目前能受的善 所以于顺逆五方 它没有一定的方这个规矩 它不会变成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是为众生 所以能容少分的这个现行的性罪 有关现行性罪就是指这个 不是杀到淫妄这个事情 基本上是指我们后面的真上戒 把它列为仲戒的这个部分 你限起的部分 我可以容许你少分这个现行 那此之世界里无开许 真上戒的部分 所以这个 这种大菩萨如果观察到 你这一个人的这个 这个根基 虽然你过去有一个杀业 那你有一个这个偷盗 整个这个重 第二个是菩萨他在度众的时候 他才能观察出来 这个通常以我们凡夫来讲 不轻易的去开许 所以你的 这边讲的少分 所谓的少分现行性罪 少分 既然是少分 所以他这个人就不是平常怎样 他不是重业重刑 就是说他可能误杀人 对不对 以法律他误杀 他没有被判死刑 可能他基于 基于当时的一时气愤 乃至所谓的他自卫 他是不是杀死人 他是犯杀的终结 那像这类众生 可是我看到这个 巨主诸多善根 你不要因为他一时这样犯错 所以他有少分现行杀业 对不对 所以他就以我们性罪 杀到淫外他犯杀 可是他这样的状况 少分现行的时候 他有没有可渡因缘 还是有 但我们不是恐龙法官 什么都判错 他可教化因缘 所以这个 有时候也不要太侮辱法官 一直在骂人家法官 有时候你要去 判事并不容易 那么这种少分现行 确实他的齐情可敏 他确实他不是以真上圣性 去做杀到淫外的事 所以有这样的菩萨存在 他少分现行 但是他真的当初为了保护 我们讲一群人 杀一人 所以他犯杀业 但是他是少分现行 他平常是很严谨 他平常是一个大好人 我们这样讲 不要听得懂 那少分现行 所以犯了性罪 那我给他参悔法门 清静之后 发大怨之后 他要受这条余切菩萨界的时候 我会给他受于他余切菩萨界 但是他后面的所谓的 此之四界里无开许 后面的四条你就不要轻易的开了 他说当我受于余切菩萨界的有关 不自占毁他 不迁滩 吝啬 不称怒众生 不毁谤大生 这后面的四条 这个余切菩萨界 这后面的四条 就不轻易开许 因为我只把这四条当成仲介 所以你就会看到 为什么他少分的有关 少分现行的性罪 杀到淫妄 当他做一个大忏悔的时候 他后面的四条仲介 当他受死的时候 你反而不能开许 因为那是你做得到的 那是你做得到的 所以特别故独裂之 这边第二项特别讲出余切菩萨界 在受缺的时候 他以这四条根本为学习的中介 那你平常的那个杀到淫妄 本来就不应该犯了 所以他才讲少分现行 那已经有特殊的状况 所以他才讲这个 菩萨界法逆顺无方 这个是特殊特殊的状况 可是从这边也看出很多菩萨界的 他的广大无边的那个因缘 然后这个第三者 还是在强调 杀到淫妄根本是罪 一犯永惑 任何一个戒本都不轻易开许的 所以第二件他才特别括号 我们特别要把它括号加注 少分性罪 那种少分就是一定要特别的因缘 那平常就是你平常是一个大好人 你是慈戒的人 但是某种逆缘刺激 哪种你有一种要保护众生理由 那个少分现行 我记得在去年讲余切菩萨界的时候 不共生文界的时候就讲到了 所以根本是罪 第三个又回来一次 为了要再平衡一下 第二个你不要理解错了 根本是罪 杀到淫妄已犯永惑 所以受学的五戒十戒俱戒 我们一定要平常坚持 根本重见无违犯 坚持戒恨无畝 五戒十戒俱戒 俱戒你把这条戒受持得很好 不轻易违犯 那乙明就已经跟我们阐明这样的一个义礼了 跟我们阐明这个义礼了 所以当我们这当中的四众有犯 大圣教们虽通忏悔 你这四个重界必要见相为期 最低标准 那个期就为最低标准 那个期望见相 那么 所以又把这个高标准再拉出来 因为怕你第二点理解错误了 第三点再拉出来 所以此之四法 这个四法就我们讲的后面四条 后面四法 此之四法 你要挂号讲后面的四条 七八九十那个四法 虽失 尤堪更受 那为了怕 各位把这个 这件事情给擦乱了 濫用 恐烂前世 杀到淫妄 故独裂之 所以余邪菩萨 我们刚给各位的那个补充讲义 说他可以在犯众 再重参 是针对后面的四条 这样就懂了 因为特别要类似 因为怕各位呢 就是我们前面四条 就是诸大佛陀讲的 共同里面的五戒十 五戒前面的根本重罪 是不可以那个的 不轻易办 通忏悔的 那这三大重点就已经交代清楚了 若犯网 为犯众 必须见好像者 就是我们在清界第四十一条的时候 这绘节本我们将会看到四十一条 我们那后面再讲一次 正由释迦摩尼佛为我们的德界大和尚 一王立法不得不严 而弥勒菩萨既作为我们教授阿舍利 他的轻重开则 理须详细 所以他在余且菩萨余且师弟论里面的戒品 就是广详开则慈犯的智慧 有 只是我们很少去把它花长时间读 但至少我们有解析出余且菩萨 去年我们这班有寻修过 它里面我们至少练习过一遍 那有发心我们未来要广读再读 那么今以什么为标准 因准诸经论参合发明 所以我们不要只读一本 我们这很多的广、略、宽、言 必须综合诸经论参合发明 你要参考参就 要让他这些把它合在一起广读 要合 那才能去慢慢的去理出他的一个智慧 广参合发明 那底下就是我们结语 当之杀到等世 我们讲的前世 杀到淫妄 谁犯一种诸戒并食 那必须得见好像大可重受 而比丘法中人无神用 这一句话在我们出家中用不上 杀到淫妄犯了 比丘味就失去了 没有好像不好像的问题 所以各位居士呢 基本上我们严格的标准 杀到淫妄不犯的啦 不要毫无商量原地 但是 当 这个我们讲的 你是属于第二回到第二点 少分陷阱 那个特殊状况 现前 保护 我们讲的保护有情 杀的那个 然后法官判也是说 叫情有可言 那个叫少分陷阱 那个就会由 当下你的这个阿舍黎 来 来教导你 你怎样去忏悔 要不然这些基本上 这边基本上 谁犯一种 就失去了 那你要得好像 忏悔才可以 我们讲少分陷阱 那个你还是要得好像 才可以 那但是得好像这个事情 以比丘法人无神用 就是我们杀到淫妄不可以犯 那这样各位在找出世法的深重 他能不能杀到淫妄啊 他能不能陷那个 那个酒肉穿杭过啊 佛祖群中做啊 这个就很容易啊 你如果这时候还回答不出来 那也太愚痴了 就明明白来跟你讲 没有这一回事 你既然你要陷白衣教导 那是你的事啊 所以你看现在新兴宗教 他就穿紫色的袍 然后几颗拉 什么病事嘛 那他家的事 那不管 他必须受舆论的公平嘛 但是如果变成这个样子 以身重 三宝之一来教导 可不可以 没有这件事哦 这个讲一次 你就要进入一次 以后你 葛音之谜再来的时候 你第一个就保护你了 这种之间要先建立 你不会跟错啦 你不会跟错 人无神用 那 但后面讲的有关 这个孤九等六 后面的孤九 然后 说世众过 那自葬毁他 千令不舍 然后报答众生 不受懺悔 然后这个毁大圣经 这个毁大圣经 这个六种 谁犯一种 师菩萨戒 好 那这个师 就回到刚刚的概念 你的很多广大的散法 就停止在那个地方 那你必须 还是要 这个 里面的这个 你可以再重受了 就是后面这六条 你还是 你就是师 你失去 你刚刚那讲嘛 塑塑献行 这个塑塑献行 那几个概念 多无惭愧 然后第一 这个所谓的 神恩爱佐 监视共同 那个不适用在四大根本 是适用在后面六种 所以那种状况叫泛众 而泛众之后 你就要明显知道 那你要重受 你要重要的大忏悔 那可重受的意思 所以 俱戒以下不明为师 然后故殷勤毁过 许其重受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此二经 所以互相隐略 互为彰显 他没有再违背的 是互为彰显 非相违也 那后面这个案的部分 也是这个意思 你们这个只是一个批语 你们自己看 好 那我们 这个礼拜至少 可以起一个头 进入到这个 四十八清的部分 那么四十八条清戒 其实它每一条都可以串到 你常常犯现行 参悔得清淨 有关清戒 但是有关清戒 它却是条条通仲戒的 所以你常常违犯 都无惭愧 而串入到这个 深深爱佐的时候 你就记得 你这些小戒 累积到后来 就变成犯众的因缘了 所以其实不是在守护犯戒 犯仲戒是说 当下那个重大因缘 一出来的时候 那仲戒一定要守 可是平常没有犯众的因缘 都是守在小戒 因为这清戒 才是犯众的 一个养成的处守 所以你真的 持戒 都在持十八条清戒 因为我们平常 没有犯众的大因缘 可是它 那些大因缘 都化成很多小的状况 都在清戒里面 去防守 应该这样 所以我们清重等词 是重戒 也是高标准 就绝不违犯 但是整个 为什么要清重等词 因为它清重的 诸多因缘 它各自会 形成未来 你防守 仲戒的一个 诸大的助缘 所以你平常 清慢小戒 等同未来 会犯大戒 所以它是 因缘的一个关系 所以不要小看 清戒的因缘在此 那么在清戒四十八条里面呢 它分个 我们以三大部分这样来讲 总标 初 总标 二 别解 那最后总结 那别解就是一条一条讲 那总标的部分就是八十六页 这个慧阶表八十六页 它先把 要起一个头 圆起 总标 就是每一段经文里面的开头 就简单 好 来念一下 初 总标 佛告 诸菩萨言 一座二十五页 一座二十五页 一座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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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十种 别别解脱 你一条 持手 五尾范 那你基本的 那十种解脱 烦恼的 这个 这个 戒律 就 帮你完成解脱烦恼 所以 破多天目叉 别别解脱 各自 各自的情境 那后面呢 諸多 所以 为什么清戒 在 刚刚讲的那个 四重 对应到其他六 六条重戒 那六条重戒 就叫真上戒 对这个四重来讲 那以这个十重来讲 后面的四十八清戒 就是对这十条 破落题目 它的真上戒 都是在真上这些戒法 那么第一条 我们 第一条念到哪里 听到八十八页 经文我们先念一条 这个 别解的第二大部分的别解的第一条 好 庚 第一不敬师有戒 若佛 一首佛皇位持 受传荣王位持 百官受位持 应先受百财之 一切为神救护皇身 百官之身 祝福善喜 既得戒 神效真心 恭敬心 天上座和上阿舍与他的同学同见同行者 拥起神灵以待温心 而古少还生交心慢心 出心真心 不许神灵以待 这里面讲的每一件事都是你们 就不是只坐在上面的菩萨 这里面都很贴切各位目前的这种 这个现在的相状 像所谓佛子 就是发心学佛 佛子就是我们讲的 那个子 当然就是我们讲的孩子的子 对应于成佛的佛 跟未成佛的众生 可是他的这个觉有情心已经起来了 觉有情心就是自觉 也慢慢要觉他的这种心起来了 名为佛子 那这样子的人其实大有人在 只是他还不认识佛教 他也不知佛法 他也不知道有菩萨界这等事 但若这样的众生已经有 就是变成佛子 我们已经有觉有情心出来了 那我们应该来授学一切的这个界法 那第一条 就是你这个 这个 第一条的这个界 你就要先学 学这个发心授 学菩萨界的第一条 遇受国王位 所以跟各位没有关系 可很难讲 未来其实 我们现在是目前碰不到 但是他在这广讲一切 当你未来受富贵之身 就是说我们尤其是念佛法门 阿弥陀佛也给我们一个接引 孙尊贵家 是不是 十八大远没有跳这条 对于还不急着去的 乃至说已经去去要再回的 他趁这个国报 佛的加持国报 这个 乃至我们没有马上往生的 但我们所修 不会善思 互助这些功德 这个概念有点像你未来佛报 不会有些遮 有些闲现有些不闲现 就以念佛故 像这些福报 下一起生命 就专指到这个富贵人家 四八大远的身尊贵家 他后面接着 又接了一个什么大远护持你 常修犯恨 他不会让你身尊贵家 之后就可以堕落了 所以念佛的好处在这里 所以四八大远里面 他有一些运是很有意思的 如果我们只凭着业力 如是善恶的福报 去神尊贵家 你也是带着去的那包 这个善果里面 有没有夹杂你的恶业 有啊 所以大部分你看 为什么他贫困中 有点苦乐残满能修行 当一切受福的时候再造业 因为就失去本心本愿 所以我们这样祈求 其实佛陀早就知道 我们三世轮回的相貌 所以为什么你看 阿弥陀佛这种书正法 本来竟然就有这种方便 当你身下气来到人世间的时候 不管是从净土再来 还是你是属于修这个难行道的 一起一起生命在走的 阿弥陀佛的本愿都会射受你 身尊贵家常修犯恨 六根具足 这有没有很重要 这很重要的 但读到这里我就很欢喜的不得了 那如果你念佛的人都没有看到这种欢喜 那我只能说你不了解阿弥陀佛 你本愿 你也不了解佛教的毅力 这样的修 其实你会不会放弃每一天 你存在的每一天的时间 不会 因为你都在做准备 去那边要做准备 进入到下一期生命 你也在做准备 没有在浪费的 那所以菩萨戒 我们往生净土 然后修广大的三大生气劫 都是要扣住这个菩提心 那这种菩提心 我们前面的十众已经广明这件事情 那这边再讲一次 也一样 当我们再来的时候 受国王卫使 也就是在讲受尊贵家使 受转轮王卫使 你是一个 雄霸一方的转轮王 像我们现在都同轮 我们现在有点是破头烂点的轮 例如像川普 像这个普丁 这都转轮王 但他们转得好可怕 都好多那种恶心所 但他们有这个转轮王的福报 有啊 同你一方 所以受国王卫 受转轮王时 乃至你是在这个王底下的辅佐大臣 像梵天里面 光是梵天 他动个念头 他的眷属就来了 是不是 有梵符啊 就是那个臣子 梵符天啊 还有摆 有关相同善业的梵仲天啊 是不是 所以你未来受 乃至一路从国王转轮王到百官受位 各位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信心 以现在我们修福德修善啊 这些都会成就 但是我们也相信说 因为我们一念无名贪嗔痴的夜购未除 这些夹杂造恶的因缘在后面 有没有很可怕 会很可怕的 那所以有这样的信心 但也有这样的担忧 所以我们受学福报 跟弘英大师往生净土 那个心情是一样 一则以喜 一则以忧 那喜是因为我认识佛的 未来的修福广大不失 这我知道 那忧是因为我无名夜心未除 里面会把善业转成恶业 这是我忧心的嘛 那所以你受学菩萨界 就是要让我们这个 未来的整个福善真善 还是回到世政情 以身增长 未身令身 以二 以身二断除 未身不令身 那所以受学菩萨界呢 我们因受学菩萨界 第一个 我为未来的这个 所谓的善的果报 先有一个 这个 它 我们讲活动范围的空间 是因受学菩萨界 不要小看这种戒体 戒体就是把你很多的善业 清净业去框住的 那防非子恶的 这样理解戒体 你就比较有概念 那么 因受学菩萨界 一切鬼神 一切鬼神 救护亡生 一切鬼神 一切鬼神 还有所谓的 救护亡生百官之身 诸佛欢喜 所以我们受戒是为了得到这一件事情的利益 合著本是这么说的 来 受戒 则福辟幽明 你本身的因果如是 叫福辟幽明 我们暗地里面的护法隆天鬼神 随喜欢喜护食这个事 所以鬼神救护 那么 以这个菩萨护法隆天来讲 那底下当然小字你们自己看 这个 各位对护法隆天这件事情 当你一心尽盛你的戒体 第一个 一心尽盛你的戒 戒体 十戒、学戒、受戒 生性因果远然 生进法戒的护法隆天 那这样子 读这段经文才有意思 所以我们学戒一定要从这个角度 去常常去反省 去动策 去意念 学戒才不会变成研究绿点而已 那这样就很可惜了 所以这小字的地方 是帮助各位在建立 对法戒的信心 对如是因果的政见 这小字的部分自己看 发隆 临时大师 有时候他里面讲的发隆 都是在建立各位的宗教情操 所以要看 好 那么既得戒矣 好 我们得戒了 谁得戒了 各位 各位 各位不得戒的话 既得戒矣 那这里的未来要发心 要受戒的赶快去 你已经明白了 你又有信心了 就不要怕 就去受吧 我知道这里面还没受的很多 一半 不是很多 那既得戒矣 谁啊 你读这条戒就是讲你啊 既得戒矣 那怎么样 你常常要随顺你的真乳本心 恭敬你的本质 那个佛性 身孝顺心 恭敬心 孝 孝 当然是 对佛 孝的一个尊敬 一个 孝 他就拿世间的孝道的 父母师长的孝 父母的孝 师长的孙 孝顺孝顺 来 类比你对佛三宝的孝 对 一切众生的随顺 所以孝是对上了 一个恭敬一心的敬仰 孝呢 是随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件事情 孝顺孝 所以他把孝順的地做得更大 但那概念就讓你體驗 就是在世間孝順父母的那個概念 那這一切就表現在你的恭敬心 那發言裡面 師生我法生 由父到焉故當孝順 這個譬喻 父母生我們的肉生 那你的心是你自己帶來的 累劫自己帶來的 那誰來教話 就必須靠世間老師與初世間的導師 這兩種詩 會讓你的心靈層次 法生的層次 這就是我們講的法生 那就像我們的父親一樣 就是法生的父親一樣 故當孝順 那麼一切的眾生 我們講的祝道 祝道的因緣 像我們同餐道友 有 祝 無 盡修 我們很多東西有時候自己修不來 或者你修得很累弱 那通常都是同餐道友 像我們昨天那個一日經濟念佛 就要靠那麼多眾生才唱得起來 那這個就是說 眾生其實是懈怠的 而且是要彼此有榜樣的 所以常常有共修 那實際上這個東西你們可以在家自己看 為什麼今天要來 也是這個概念 如果當我每次我只要問十次 連續十次 就像種樂透那麼難 連續十次都讓你種樂透 那這件事情你就富貴了 那如果連續問十次 你們育休復期連續十次 你們每次都舉手 那我課可以停了 代表你可以自己發心去讀 複習跟育習 這不簡單 就是說所謂的這個祝道姻緣 就是我們常常開課的方便 所以有時候你要感恩的 不是只有師父來講 因為你感恩我 我會再把你的感恩回向給誰 回向給佛陀教基金會 為什麼 因為他們願意開 提供場地 那他們願意開 他們要感謝誰 要感謝你們要來 所以循環 當各位在那邊愛學不學 要來不來的時候 那怎麼辦 那就是沒有姻緣 那所以祝道姻緣 就是有大眾的姻緣 所以我們講六成就 不是只有佛一個人的成就 佛他講他說法的六種成就 要有佛 還有各位準備好的 那個耳根那個智慧如是我聞 這樣的善跟累劫都有 具有福報 那開始後面是事項上的 大眾的姻緣 處所的姻緣 這一切一切 那就還有性的姻緣 六種成就 所以這裡面有關 眾姻緣就是指這裡的 由住無盡修 你不要想像旁邊的人 旁邊這個不來那個不來 下次就變成也不來了 因為你也被影響了 所以也是祝道姻緣 當有一個地方是大家忽然一直 彼此牽掛有沒有進步 你要來不來啊 不要缺課 那這個班級就會維持穩定 那有些班級 這是我實驗結果 一般師傅跟你請假 那下一個就塌了 那下一個就塌了 那就開始了 所以這個就 但我不是說不能請 因為居士學 我們家在第一堂課的時候都有講 這個我在這邊上第一堂課 有跟各位結緣那個 有關說法移軌的部分 那那個部分就是說 居士學否本來就是很多的外源障礙 那我就說 當各位彼此互稱為同餐道友的時候 你要知道這件事也不簡單 有兄道也 前面有父道 後面有兄道 這個只是借我們家庭的那個 五常的概念 五種淪常的概念 父父子子 兄弟姊妹 那種一個和和 要這樣和和 所以我們跟他恭敬 在這裡面彼此的一個恭敬 所以彼此同餐道友就是因為 為什麼 恭敬罰顧 顧我對這個同餐道友也恭敬 所以這個 那個臨時大師這樣的見解 又是另一番的見解 所以師有不可逆不可慢 故聚當孝敬 所以這一個就把它順到後面 做一個菩薩行者 其實為什麼你的順盡 的心要有 順 隨順眾心 尊敬一切的眾生 這個才是學佛的表現 學佛的表現 然後 那麼我們就從上開始講起 隨順一切眾生 廣的層面太廣 那我就從現前的這個 在學法 在說法 在轉法輪的過程 我們就從這個最單 最基本面講起 見上座和尚阿舌黎大德 同學同見同行者 那引起成癮禮拜溫訊 這個東西現在的社會來講 都會覺得叫做囉嗦 那是因為大家的心都放逸了 輕慢 鬥爭性很強 這句話各位看起來 各位以現前的柔軟心來 學佛的柔軟心來看 是理所當然 但現在這句話 在現階段的社會要做 並不容易 因為彼此的爭鬥心 慢心都很強 那所以我們要見到 所以我們為了把西方的那個 這個平等 有點濫用了 現在父是父母啊 怎麼可以跟子女當朋友呢 我們過度強調了 因為本來是要修正 就不要變成一個威權的狀態 所以你心態上 盡量就是要平等 所以有時候 我們常常要把自己的子女 當朋友這樣傾聽 那是指叛逆時期 小孩子時期 不是應該中國的倫理就是最根本嗎 夫婦 君君臣臣夫婦子 本來就是應該這樣 所以我們太否認自己的那個 那個倫理價值觀了 那那一段 只是用在青少年那一段 你發現因緣變了 所以說我們嘗試跟他做朋友 把他不要當作子女 當作一般肉品 一般人是怎麼樣 是要訓練那個啊 不是把父母的這個 基本的價值跟角色都混淆啦 不是這樣嗎 所以我們說常常一味的肯定西方的教育 而忽略我們自己的根本的東西啊 那是不好的 這是不好的 所以當見上做和尚 那就很多人很洋化 我講洋化 我覺得你講洋化其實也是在做糟蹋自己 因為我盡量不要講到那個被哥哥那個字 我們講糟蹋自己 就是說西方人不見得是你洋化的那個樣子 你洋化可能是一種媚外 西方人的那個本身文化可能沒那個部分 是你媚外拿回來洋化的表現 不見得你的洋化就代表西方 有時候我們學西方是過於殘取 學西方的東西都不見得學對啊 那所以這件事情要看到 他們有他們的文化 但是我們的文化呢 見上座和尚舍離父母師長 其實是有一個恭敬性 這個部分其實不需要把他們那個東西 來跟我們這個混淆 是我們有時候操作這件事情的時候 把它操作錯誤了 太威權了 乃至威權裡面沒有一絲的慈悲心 是這個部分啊 那所以本來這個基本 見上座和尚舍離啊 乃至同餐同學見 你看以前的那個讀書人怎麼樣 彼此也要打工作一對不對 那個當然不要學那個樣子啦 就像我們現在 現在在和賞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他們眼睛不知道看哪裡 阿彌陀佛你就好好的一心 地就好好的一心 比如因為基於尊敬心才做這個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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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不威夷 重點在恭敬心 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 為了法 彼此互為真相 所以我因為這件事而彼此尊敬 阿彌陀佛 我一直在觀察我這邊 如果這邊是一座山的話 我這邊上山下山 我在看各位很多人對這件事情 有點鬆了 不合掌沒關係 因為他做到這樣不容易 但是你要知道 擺在第一條界 他就知道我們很會輕忽這件事情 阿彌陀佛 師父你好 你講好也可以 阿彌陀佛 你覺得這件事 抱歉抱歉不起來 那我不曉得各位在不好意思什麼 合掌不是最美的嗎 那彼此呢 彼此呢講阿彌陀佛也好 那有些人我們看阿彌陀佛 他沒有到位 所以就是沒有入心 那恭敬心阿彌陀佛 變成一個口頭禪 就走進電梯 按電梯 就看到你阿彌陀佛 一邊按電梯 一邊按阿彌陀佛 那我不知道你內心是電靈還是阿彌陀佛 你的心法 身心 身與意不合 所以我講 這個就是說你有沒有在此界 第一條界這麼容易做到 但你卻常常沒有做 那我們 我們學這條界就有問題了 所以 我都還沒有講讓座 我們講光是問訓 我們佛陀裡面的問訓 不是我們儀軌裡面這樣的問訓 這個都是儀軌 問訓是問 這個 畏居是 領居是 你們今日少凡少腦佛 身心親立佛 身體有違和嗎 度眾無愛嗎 度眾無愛佛 這當初佛子為佛子之間 乃至對佛陀的問訓 所以就是法 我只關心你的法 你的身心調柔嗎 那眾生得利益嗎 就在問訓 問安 在講這個 那一般人講問訓是這樣 你今天吃肉嗎 就是問這個 但佛子的問訓是指 有關這個 有關這個 所以我們當然看一下 裡面細講 合著裡面呢 我們講上座 有三個一個層次 從三個面向來看 看什麼叫上座 一生年上座 借蠟再現 第一個 有關你的生年 出生年願 生年上座 借蠟再現 第二個 福德上座 所以第一個名稱 有關借蠟的叫做生年上座 它有一個基本名詞 生年上座 那以什麼來判借蠟 借蠟是什麼 再兩年的沙咪 那自我觀察自己 跟環境 那也讓師長長住觀察自己 所以至少有四年這樣的觀察 那之後生辣 出家叫生辣 辣就叫年 年尾的那個辣 就滿一年 那之後才有借蠟 才受大借 所以這邊是指借蠟 所以生年有類的這個上座 就是他借蠟 特別長 他受大借之後 出家之後 受大借之後的那個借蠟 那福德上座 我們講農村農天推出 他可能在借蠟 年紀上 都不見得是擺在敵尾 而且這個大生團裡面 我要選一個住持 我要選這個 一個德高望重的長老 他可能是福德福重 所以叫福德上重 眾所推進 這也是上座 一個大生團最容易有這個樣的 因為他很多的長老 一個生團長老越多 就代表這個生團穩定 那第三個比較難理解 所謂的法性上座 那這個我們若眼看不到 這個為這個詩詩 這個登登相傳 那詩詩這個傳承 證明正入聖位 這個我們聖人之間 才看得出來 法性上座 一地二地三地我們看不出來 唯佛菩薩能知 那這三種 從這個山這個角度來看 那我們通常 我們現在講這個上座上座呢 都會用大部分都比較容易 我們自己可以判斷的就借了 那和尚或雲 如波陀也 所以我們講和尚和尚 當然這個上呢 在古字裡面有那個上下的上 上座的上 所以有時候上不會是 這和尚這個上是從日本裡面 他們翻譯他們常用這個上 但是如果我們在古書裡面 我們早期的和尚和尚 是指上座的上 所以你看到人家寫和尚 你不要說人家寫錯了 人家那個一開始是對的 和尚 和尚 當然在原文裡面呢 就是烏波陀也 烏波陀也 此番 這個翻譯呢 就是我們講的 此就是中華地區這個此 那在印度國家叫彼 彼雲 這彼雲是烏波陀也 那此番 就在我們華人教區 就叫清教師 或者是番立身 這個我是第一次看到了 番立身 他的番立身就是底下這句 由此人力 這個人啊 這個清教師啊 能生我無露妙戒神 所以對於和尚呢 在這個印度裡面那個意思 有兩個清教師 或者叫番立身 他的意涵是這個 所以當初的印度 吳婆陀也啊 他翻他直接用那個陰的意思 翻成中文呢 他就一個字叫和 一個東西叫上下的上和尚 那他裡面的意義就是指這個 能讓我翻米轉物 能讓我翻轉人生好了 然後翻我無露妙戒神 我們把它翻 做這個轉變 那是和尚的意思 那另外一個阿瑟黎呢 所以我們一生裡面有沒有和尚 常常有沒有和尚的教導 有啊 像你授戒師就會有三大和尚啊 那在你授戒發行那一刻起 這三位就是你的一個和尚 最初因緣 那阿瑟黎是大家常常會學教的阿瑟黎 常常會有 所以教學師啦 阿瑟黎 或於阿瑟黎 阿瑟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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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英文在範文裡面 阿瑟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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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此番中文裡面呢 他就是你的鬼犯 一條一條的教你 跟清教不一樣 清教就是你在和尚旁邊 他直接當著幫和的 直接觀察 直接教導 甚至你他不教 你看著他的言行 一切的教話 就是看為你的學習 清教 所以有這樣的和尚 能親近和尚旁邊 這個就很不容易 諸多的和尚那麼多 跟在旁邊不容易 所以有機會當和尚的使者 以後你們要有機會把握 用老和尚不容易 然後已經釋放 往生的已經越來越多了 此番 那像我們看到大部分清淨 就是一個教團裡面 阿瑟黎很多 那就是我們的所謂的 鬼犯師 教導我 鬼犯我們身心的這個老師 一條一條可能這個是糾察室 這要糾察你的很多行為 傳戒的 教導戒律的 傳你哪一門 一個法門的 鬼犯 他有一個一步一步的這個教學 所以叫鬼犯 所以這教授唯夷 是我鬼是 所以唯夷不是在外面的唯夷 我們講的唯夷是指內心的這個清淨度 你在學習對這煩惱的時候 你最後展現出來的這個疑度 還有那個威呢 就是那個煩惱不能侵犯的那種 那個威視力 所以你內心的威移 而表現在身口 當然一開始我們從外在的威移去規範 叫你不要在那邊動來動去的 眼睛看來看去的 對不對 從外在的威移先規範 可到後來知道 這一切都是從 從生與異 那個異的發動 神口 所以後來慢慢在受學戒律的過程 在天經文化的過程 慢慢掌握到新的一個 這個造作的原理之後 開始去規範它 那內心開始莊重起來了 所以我們講威移是內心 探掃探探掃掃吃 所以內心的威移的展現 那所以是我鬼是 這鬼是呢 就是除了像我們法會的很多儀鬼 那還有持戒的赤地 然後法門聽盡文法的赤地 這些就叫鬼是 不是只有指宗教儀式 就是下面所講的 即下文所稱的教戒法師 我們底下常常會教戒法師 教戒法師 就在指我們阿舍裡了 那大德是誰 我們當然現在很多書信都想 恭迎各位大德大德 現在就變成一個謙詞 尊稱詞 但是內涵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大德呢 佛教講的大德呢 是整個總瓜來講 是在讚嘆具有大功德 那大功德 佛教講的功德 就不是你賺一千萬一億的 這叫大功德 佛教講的大功德就是 你能降伏內心的煩惱 自己能做得非常的嚴格親近 而能廣泛利益大眾的這個大功德 不論方法啦 這個我再一個標準一下 那這個大德 那麼同學 同學呢 就是指我們共同 中 中就我們講的 我們講的合在一起 中 同一師 我們的一師是誰 一師一道 一師 很好 各位具有正知見 一師 那一道呢 一道當然各位都有各種答案 一道呢 八真道也好 佛道也好 這個道呢 當然就總的來講 就以佛頭教導的 這個四聖地為道 三法印為道 八真道為道 都可以 那就本師 所以我們是同學啊 那同界呢 心同一解 我們解 這個三法印四聖地 為基礎 我們解 三十七道品為次第修學 十二因緣為內修所觀 是 這個事無量心為我們的發心 有這樣共同的見解 那同行 生同一夜 我們在做相同的事情 生同一夜 好 那麼 將至成林 迎移禮拜 所以 未來 這裡面 就是為什麼我們常常在 禮拜六 禮拜天 那麼一三五的課 我們為什麼寢師這個動作 一直留著 就是一直要把這個東西 從相上還要保留 我盡量 我 我 講這個大家 我想目前這個班級 我們都已經能體會 我盡量不把這個地方當教室嘛 這個就是道場啊 當沒有成癮 第一條界這個我沒有去執行的時候 不要賺不要賺青菜 大家都很自在 那我進出也自在 那各位也自在 跟他自在裡面呢 都跟慢行相應了 學久了就怎樣 當我走進來的時候 大家在那邊聊天 第一個恭敬心就失去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價值 我們的價值 那所以 教室 就在你這心念一轉 教室不再是教室 我說教室 非教室名為教室 因為它裡面有其他的內涵 所以教室的空間 但有三寶的因緣 最後呈現出道場的結果 是這個因緣啊 那所以 將至成癮 所以各位 下次我叫你發心當使者 不要不要的 你要跑第一個 我們男眾 我們現在都把這個使者 引請給男眾了對不對 因為如法如律 所以還好我這班 有好幾個男眾 如果像今天 李文典還在的話 陳天烈請教 如果都還在 我還有好幾個使者 可以來執行示範這個事情 不是恭敬我啦 我沒有什麼了不起 我一轉身卸下這個身份 什麼都不是啦 但是在建立這個法相的過程 就是你就知道 光是上課這件事情 我就具足菩薩界的第一條情界了 那麼這樣的心莊嚴起來 將至 我還沒請各位到樓下等 江至成癮 嚴格來講 你不是要在深門口等我嗎 我已經方便 在開方便了 當然有人不歡喜聽這個 當然不管 反正這個教室 講戒就要把這個講好了 但不歡喜 你說你自在不需要這個 那你就繼續自在吧 那我們根基 要把自己當作根基比較差的 所以我們就要把這基本做好 江至成癮 但是我先講 我不要各位到一樓街 不用 引以 引以禮拜 所以當進來的時候 為什麼維諾斯我們要呼 這個禮拜 一同禮拜 不是只有禮拜我 就是像這個 所以我來就代表我把三寶 這個因緣迎過來 所以我們引它是以這邊的 這個師為主 我們講的本師 文書施利菩薩 弥勒佛 那似乎只是這樣的一個因緣的代表 那這個師 就是一個明明顯顯 在這邊動來動去 各位感受得到的 所以把這個當作一個 你引成禮拜的對象 包括師生就是我們的法生 有父道 所以做這個事情 引以禮拜 所以像我一身做的時候 各位就禮拜了 禮以溫訊 那各位就坐下來 那後面就有法的因緣了 好 先休息 欸 我們不是還有一堂課是嗎 沒有 欸沒有啦 欸不是有三堂課嗎 哦 對對對 欸到幾分啊 好 那沒有關係 那麼 欸 沒有我常常在禮拜六上課 有這種感覺 感覺時間好快啊 因為這裡面我找不到一個昏沉澤 所以那那個就會 你們的眼神就會鼓勵我 這個就是教學在相長 這個真上眼 這件事很重要 各位就想 不要嫌他琐碎麻煩 因為我們不要自我否定 我們本真 華人世界本來就具有的 剛常倫理這個基本善法 這個在以這個大的角度來看 像這個文書普賢菩薩 他在華人世界廣行這些善法 好不容易建立的 我們不要一手把它毀掉 這基本的這樣的善 那所以在連結到學佛的話 就代表各位有具有這樣的基本善根 而菩薩反身交心 你又產生交 就高低的心 慢 然後不知道這個道理 吃 那甚至整個看起來 看他做這件事 你整個還惹怒你 你看不順眼 撐 你不管基於交心慢心 痴心 撐心都已經 你已經不知不覺了 你沒有察覺了 你已經現行了 那你後面還開始 都無慚愧 那就開始犯了 不起誠吟禮拜 依依不如法供養 以 那後面就嚴重了 後面根本做不到了 以自賣生國成 自賣生 國成 男女 欺保百物而共幾之 這後話我們下個禮拜再講 前面的基本的身形都做不到 你沒有辦法體驗 當一個菩薩 為了請一個真正的大德法師 做這個事 你沒有辦法理解 你也辦法理解 當初為什麼這個北宋北齊 他們在搶 就摩羅斯搶得成那個樣子 他有大道理的 那是真的大德 那合著裡面呢 我們今天把它看完這裡 就下課 教 這邊就講心法 什麼教呢 你把自己提高了 那慢 你把別人壓低了 教慢教慢 就是你自己提高自己 看心別人 教 者抗疾 慢者 呼人 吃者 不知聖賢 你看不懂 撐者 心懷 憤 慧 那後面這個 這個有特別交代了 因為你看連大德有擔心各位看錯 以自賣身等者 就是講到最後 就舉這個最重 做到這個一切皆捨的狀況 都以這個禁法 禁這個身 禁這個師為優先 所以他舉最嚴重的 就一切皆捨 我都要去迎請這個 換來迎取這個尊敬大德的 這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 作為一個真正這樣的一個菩薩 他最後知道這個大德 可以逆轉一切眾生 逆轉我國 逆轉我自身的一切的一個煩惱也 我都把這些東西生外物都給他 給布施出去供養 那更何況清 清就剛剛講的 一個合掌 一個問訓 一個牲口 你都做不到 那就更不要講這個重的 所以一個菩薩做到最後 就是舉況 舉重 何況清呢 他都可以做到這樣子的 那更何況他平常 他對一些善知識 這個阿舍裡一切的善知識 善知識呢 他會不尊敬呢 他不尊敬呢 是這個意思 像舉 舉這樣的例子 尚因如此供養 何況淫敗之矣 而不為也呢 所以這個主持大德他們的智慧 就是他們親眾 他看得很清楚 若不而者犯清夠罪 第一條就犯了 第一條就犯了 你後面就容易犯了 那麼 這個合著你們在講 這48條清界呢 雖然我們以實重法 這個 為重 但是 剛剛就講的一個概念 所有的清夠的違犯 到最後就會 前面都犯 所以 實重雖為準 異因有不敬因 那裡面就是有不敬的因緣在裡面 有交曼 有清乎 種種因緣在裡面 所以 不敬緣 不敬法 不敬業 這些事情 就是讓我們引發未來 當這一再的操作 一再的操作 就引發 他前面的殺到淫妄的這些 因緣法業了 所以佛法的此生故彼生 他有這個道理 那麼 引因引緣引法引業 乃至破法因破法緣破法 破法法破法業 這些都是以重輕夠 成與未成同稱惡作 故不復為民而 不再講了 這個道理大家現在就要懂了 就要懂這個道理 好了 那麼所謂的結縱 結縱的輕重 開源 這整個架構 基本上未來不會多講 但是還是會條類出來 讓各位先看 這跟前面講 實縱我們講得很慢 尤其前面四條的時候 慢慢的講 就讓大家熟悉這個架構 有關結縱的輕重 有關開源 善知識開遮 這個留待給各位 去預習跟複習 所以下次我們整個第二條第三角 就這樣順著講下去了 就快了 就快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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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